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安 来到9月19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始直击 Irene和EA 今早早有好久没见的所浪缓集团投资及ESG亚太区 仲监王耀忠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Andy 早安大家好 今次可以算是今年以来被受触目的第一次联储局意识 终于陈埃落定了 减息0.5厘 鲍威尔提醒大家不要觉得是新常态 最终道指标只是破顶之后倒跌 今天就讲股中秋价之后会服市 稍后Andy都会帮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联储局的动作 以至于未来我们的资产市场应该如何部署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下次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上日美股表现是反复的 美国联储局决定减息0.5厘 降到4.75至5厘 12名委员之中 11人支持减息 当中包括主席鲍威尔 最新计利率点阵图显示 官员预料今年底之前再减息0.5厘 标指收布5618点 纳指收布17573点 美国长债息先跌后升到3.7厘水平 美会指数下施100关 日元曾经升近1.4% 之后蒸发大部分的升幅 现货金价创了即使新高 一度突破2600美元 而其由价格反复回軟 焦点美股方面 苹果股价反弹1.8% 就是表现最强的导致成份股 Google和Meta升0.3% 亚马逊和Tesla略为偏远 微软跌1% NVIDIA跌近2% 英特2跌超过3% 就是跌幅最大的导致成份股 我们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比本港收市价跌0.7% 阿里巴巴、美团、百度 都比港股收市跌0.7% 京东升了0.6% 汇丰控股ADR自宣布 68.44% 比本港收市升0.4% 友邦跌0.4% 港交所和建行跌超过1% 接下来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房 暂时导致期货 标指纳纸期货都是回稳的 导致期货42,004点 升95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大致都是靠稳 其中日本股市比较强 升2% 日景名均指数37,109点 升729点 南韩股市偏远 澳洲市升0.2% 新斯兰市升0.1% 恒指黑期的表现 都会如是等下港股 假期回来后初段的情况 克企做好很紧的 就好似百多点 先和Andy 谈谈外围的情况 大家都说了很久 究竟是减0.25利息 至于市场之前的预期不停反复 现在有个结论 美国超过4年首次减息 以一个比较激进的幅度 0.5利开启一个新一轮的减息周期 我们简单讲讲主席鲍威尔 链署局主席鲍威尔说 觉得是一个恰当的减息时机 亦表明当局的利率政策 是不愿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决心 但鲍威尔个人认为 是不会重返之前的超低息时代 同时大家所有人都不应该认为 减息0.5利是一个新的节奏 重新回下一次行动也是取决于经济数据 经济目前就没有衰退的迹象 亦都不认为经济衰退是即将到来的 今次联储局都一并公布了经济展望 调调了今年的核心通胀率预测到2.6% 同时上调了今年的失业率预测到4.4% 并且略略下调了GDP的增长预测到2% Andy 你自己怎样看今次会口声明 意思是鲍威尔发言的重点 我们怎样去理解呢? 究竟大手减息0.5利去开启今次的减息周期 是过于进取的? 还是有些市场部分人士觉得好像迟了些? 还有对于未来的减息步伐有没有明朗化呢? 首先如果我看着只是今次0.5% 听来好像很进取的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去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 其实它应该年终大概6月7月 应该减一次0.25% 其实会舒服一些的 所以反过来 这次其实要追回折走 起码我会说 今次加回少许分给鲍威尔他们 起码今次是肯追回上次 再加今次应该要做的0.25% 所以加起来就变成0.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格的底线 这次是 也跟市场预期差不多 因为昨天未公布之前 都去到六成多了 大家估计0.5%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 它这次也需要减0.5% 原因除了追趕时间之外 就是因为再下一次 已经去到11月7日 其实如果我们再向前看 11月7日之前 有一件大事 就是美国大选 其实总统大选 有机会左右到 一些市场气氛 或者一个结果 就是联储局要怎么做事 所以其实到11月那一刻 反而他们可能会更加尴尬 可能会继续 可能到12月才再做事 对了 就正如这个大前提 就是如果看回整个时间线 的构图里面 其实我们会觉得 你在这个时候 当然你有成可能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 可能未必做到太多事情的时候 那当然是 今次要重一点点弱的 对了 其实我又不觉得 今次的宁愿不要进取 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 事实上 美国经济是有放缓的迹象 只不过就好像鲍威尔 在 在Q&A的阶段的时候 他都不断重新强调 其实现在的经济 不是真的那么差 但是其实 表达出来的就是 你要呵护着市场 尤其是大家 大家很看重的就是 劳动市场方面 那如果我们看回 其实过去两三个礼拜 其实都不断有很多不同的 经济数据 反复表现 告诉大家 不像八月底的时候 大家 吹奏到 说到 要急速衰退 那个经济数据的情况 你无论你看 零售数据 劳动市场 甚至 昨天公布的房地产 就是那个新屋动工 那些其实是 摘取回 甚至比市场预期更好 所以我只会说 美国的经济 是有少少反复回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去做个0.5 不再 看着数据 那我觉得 对的 这次真的要看着数据去做人 那除了 除了 刚才看的经济数据 其实有一点 我也大概理解 会说 为什么今次的投票 那里呢 其实反而我觉得 你会看到 你不是很一致性 一齐说 应该要 今次怎么走 甚至将来要怎么走 那原因 其实有一个隐忧 我自己觉得 就是 当然你可以赖下去 是美国总统大选 那但是其实是个核心通胀 那核心通胀 因为我们自己在看的 那其实 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分享 就是说 应该是开始走区间 而这段时间 那个核心通胀 在区间底部 是的 所以你说 在短时间里面 如果太过激烈 每次0.5 这样减 我又怕 下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突然间通胀 会变得很快 是的 所以 我觉得 简单来说 就是 这次减0.5 在这个时间表 在现在看到的宏观 很多数据 真的有少少要看着来做 我觉得是合适的 简然之 就是联储局 也有很多制着 例如你又面对着通胀问题 还要有就业市场风险 这次0.5年 Andy 觉得 都算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那就 经济衰退风险 刚才Andy 也提到 暂时好像又不是很担心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的投资市场 应该会如何反映呢 即使来说 其实都挺反复的 那次只是说 美股 昨晚升完又跌回 盘后有些大股也有升回 我们一会儿看资产 例如美股 美债 黄金 其实在关键议息日之前 都是升定的 那我们究竟如何去解读 或者去预测 未来启动了减息周期之后 因为现在看应该会继续减 因为步伐还有一些斟酌 资产价格会如何行 我们在逐一样 详细操作之前 先问整个大方向 你自己看 是不是都没有反映 减息利好 以及如果说是一个减息周期 哪一样资产会最突出 可以跑出呢? 嗯 那如果以整体整个大方向 那其实就应该由 他在年中 或者7月的时候 就是和你们的节目 做另一些访问的时候 说个饼 就是我们说 多少股票 多少债券 多少黄金 整体里面 比重其实不需要 我们自己觉得不需要怎么变的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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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